喂老王你晚上和你老婆能不能小点声音呢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啊我已经忍不了了我真的忍不了了那个房子又不是隔音的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单身的感受我单身的感受我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你别笑 小点声啊要是再不小点声我就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这地铁上这么多人呢我到时候说出来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您好啊喂是那个有缘无分婚姻介绍所吗 啊你昨天给我介绍那个六个女朋友都挺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65岁的我还是喜欢那个65岁的 就是就是那个离了三次婚带了五个孩子那个 对对对 虽然他家里有豪车有别墅但是我不是喜欢他的钱啊 就是这样一样什么六个都没看上我 不可能吧我长得这么帅的看不上我吗 喂喂 喂老婆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是那个重心求职的王阿姨一直缠着我的 而且我们就睡了一晚 第二天我就把他微信拉黑了 再说了你都快70岁的人了 以后谁来照顾你啊 喂 喂 分手啊 分手就分手下一个更乖下一个句话下一个动勇气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偏自己 我已经被你喜欢先丢到银枪也就银枪都不想淋着水货 分手 哎兄弟啊我今天有人约我了然后咱们改天再约吧好不好 改天我请客啊 我现在在开车 然后那个先不说了 啊先不说了 我是你个拐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好 喂老板娘 我已经辞职了 你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呀 不是我说你 每次开会的时候你都搭成大部分人的面 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别笑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我承认我是公司最帅的 我承认我是公司最帅的 但是你别总瞄着我一个人不放啊啊 让我回去啊 可以 但是每个月必须得加200块钱 行不行我在飞机上呢啊没信号 好了好了好了 哎你好是那个感情专家王老师吗 啊我有一个感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就是我最近喜欢一个女孩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表白 因为他儿子跟我是同学 我觉得以后会很尴尬的 他今年才52岁 他今年才52岁 啊 我不是喜欢他的钱 因为我家里条件也不错 钱在我牙里只是个数字而已 你知道吧 好好好 到时候 我找你去再谈吧 我现在在飞机上呢 没信号啊 好嘞好嘞好嘞 你骂我 老公 老公 别烦我 别烦我 不错了 昨天晚上的男人是谁吗 那个是我灰面 那个是我灰面 老公 你别笑 忍你 是我狡猶的 我天天杀我 老公 嫁人太硬了 我这里生日上老公 老公你罢我老公 罢我 爹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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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老公 我要买那个包包 好不好 听话吗 我听话 还这是买包包 您要买包包 买我会喝 这么多人呢 哈哈哈 来 来 来 老公 真好 真好 喂 老婆 我的工作我不干了 我失职了 每次老板娘让我去她办办公室的时候 她对我动手动脚的 今天更可恨 我去她办公室 她直接把我丢给我撕了 也把我丢给我撕了 谁受得了啊 师傅给我50块钱 我就没有反抗 我马上就回去了 喂 老婆 喂 喂 喂